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arkets美质财经快讯 今天是星期四 我是Jacky 今天早上澳洲时间六点钟 美国美联储发表了利率决议 在六点半的时候 美联储主席Bio发表了讲话 BioWare的讲话内容 其实让市场感觉 还是有一点小意外的 金融市场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震荡 美国股市分别下跌了 超过3%和2.8% 纳斯阿克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此前美国股市纳斯阿克 一路高歌猛进 一直涨到了13000点 从今年以来回报超过了20% 从去年最低的价格 到目前为止 美国股市基本上上涨幅度超过两倍 个别股票甚至一天 涨幅超过了一倍 或者是两倍 都是发生过的 在去年到今年的时间段里面 那么目前市场出现了恐慌性抛盘 到底是短期的现象呢 还是说 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股票市场都会存在重大的下跌回调的风险 所以我们华人比较关注呢 就是现在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应该进还是应该撤 那么进或者是退呢 主要是取决于 目前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态度 以及呢 根据什么样的经济指标来做前瞻性之夜 美国方面 目前给到的结论呢 我认为首先两大要素 第一个呢 是失业率或者叫就业环境 第二点呢 就是看通胀 那么在鲍威尔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 及回记者新闻的一个发布会上 那么也是给到了大家明确的答案 就是主要看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目前美国的就业环境 那么失业率在高企的一个情况下呢 各国家的社会机态都是不太稳定的 最好的社会现象呢 就是老有所想 所养又有所教 那么中年人壮年人呢 有所为 在中国呢 其实已经是 这个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里面都有体现 所以说美国目前面临最大问题呢 就是中产阶级甚至蓝领阶级呢 失业率较大 包括我们澳洲 大家也看到了 在政府解除对中小企业的补助之后呢 很多中小企业开始了一系列的残源 那么目前澳洲我们看到的失业率虽然是降到了6%左右 但是呢 依旧是比往年要高起很多 对于西方国家来讲 合格的政府控制失业率的比例呢 应该是在4% 最差也要在5%以下 也就意味着能够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呢 会有5%左右 一直在漂泊不定 那么澳洲又比较特殊 澳洲呢是一个打零工打散工比较多的一个国家 不像是中国 那么大家更注重是中长期的一个劳动活动 但是在澳洲呢 我们看到很多casual或者是contract 那么或者part time的比例呢 也被计算在了 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 所以说目前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 普遍是被高估的 实际的状况可能要更差一些 因此呢 美联储重点还是要关注就业能力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很多人问通货膨胀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发生 那么在我目前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是从墨尔本到悉尼 在墨尔本呢 吃一顿饭可能要20多块 那么在悉尼呢 吃一顿同样的饭可能只要十几块 这个让我很诧异 因为从经济总量和货币流通量来讲 悉尼呢是远大于墨尔本啊 从房价上就能看出来 高了差不多30% 那为什么房子的价格 房产资产价格呢 悉尼要高于墨尔本 但是呢 平时我们吃饭 理发啊 这些基本的生活成本 确实要降低啊 比墨尔本要低 那么多 其实很简单啊 还有一个小的case能够体现出来这一点 就是停车费 在墨尔本CT停车费呢 可能只需要十几块 20块就可以搞定 但是在悉尼呢 要翻一倍 那背后的逻辑并不直接取决于 这个市场里面的资金总量 而是取决于在这个投资标的 或者这一个项目的产业上面 到底供求关系是如何变化 或者是如何再平衡的 那么悉尼寸土寸金 所以说呢 CT里面的停车场呢 就比较稀少 比墨尔本要少了很多 所以呢 供求关系就严重的不平衡 那么资产价格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鲍贝尔讲话中提到的 低利率环境和资产价格 没有直接 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重要的一个联系是 比较合理的 他们虽然没有直接 确定百分百的相关 但是呢 却起到了一个前瞻指引的作用 那么这句话也代表了 美国在未来呢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 投资者觉得 低利率时代呢 不仅仅是让股价 或者资产价格上涨的 一个重要指标 而是要把这个指标脱离开 那么如果低利率和 股票市场的价值呢 被强制的拨开 有可能意味着美联储在后面 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 看市场的反应 未来可能会对利率 低利率时代进行调整 因此呢 市场出现了恐慌性的抛盘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么第三呢 就是中长期通胀到底重不重要 那么美联储给到的答案呢 是完全不重要 那么也意味着 未来如果是美国市场 从目前上个月的 一月份的0.4%通胀率 CPI指标 如果未来的上涨到了2% 美联储也是不会慌张的 因为在目前已经是预测到了 预料到了 那么未来如果通胀上升的话 反而对经济是一个提振 现在美联储担心的是通缩 因此对于短期 一到三个月的投资者来讲 依旧不需要担心 美股出现重大回调 但是对于中长期投资者 六个月以上 那我们的投资标的 就要进行调整了 把全部的组合 都放在股票市场上 现在呢 转向一部分 投到比方说VIX指数 市场恐慌性指数上 或者投资到其他的资产标的 包括外汇 因为外汇呢 是货币垫 包括一些流动性 比较好的资产上 而像一些重工业 重型企业 股价 股票 我们就不建议大家投入了 因为未来呢 美联储已经给出了 可能在半年 甚至一年的一个时间周期后 进行 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整 并且呢 现在他开始全力配合 耶伦的财政政策的推行 所以美联储的地位呢 可能会在未来 对市场的预期进行 就变得更低了 更弱了 那么澳洲呢 会等到在澳元走弱之后 比方说是从 目前的会0.76 跌到0.75以下 开始进行新的一轮经济刺激 这个我认为是大概率事件 因为他需要招商引资嘛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招 这个吸引海外资本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像澳洲这样资本 是流入的 那么产品是出口的 才会对澳洲本国居民 产生最大的效益 那么总结一句话 就是目前的澳洲股市 短期内可能还会进行回调 但是从三到六个月的周期来看 澳洲股市的投资价值 资产投资价值 配置价值都会比美国更有优势 而美国呢 在未来三个月的时间里 还不太需要担心市场出现 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幅度回调 只是短期的对鲍威尔讲话的解读 出现了市场机构的偏差 那么机构也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仓 而未来呢 我们要进行中国澳洲美国三个国家的资金投资分配 要进行重新的权衡和重新的比例调整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